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接近的情况下淡气延续也延上了 没错 但是杨隋在起步不是特别顺利的情况 阿诺一个拖票给到杨隋后队的机会 现在分为两个梯队 没错 来看一下这边进阶CWW落地 可以再结一个CWW 没错 连续极限的淡气延续 阿妮特性触发 后队迎亲 但是这辆车触发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基本上可以忽略到不近 因为都差不多 是 但目前就距离而言 阿妮还是有机会拔起进攻 没错 连续的卡系还是非常极限的 这边都不采取一个极限的甩尾 但落地以后要不要甩呢 还是不甩 对 常规的延续以后 在这个弹射拉过来 稍微有一点点拖 阿妮是没有弹出来的 宁心这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调整好自己的车头方向 留一个落地喷 CWW 稍微调整一下自己车身位 但后面两名选手稍微落得有点远 杨无随跟阿诺两个人 诶 但宁心的速度不对 给到阿妮后追的机会 这边阿妮飞得更高 点飘能否实现反超 没错 看这边能不能卡到宁心 声位没能卡到 对 这边点飘以后的提速 没有那么快 恭喜宁心先拿11分 但是后面杨随和阿诺的距离 有点远 杨无随应该也出现了跳秒的情况 两个7秒8分 整图圈它还是有一个反超的机会 是的 所以你如果能够在前期建立优势以后 在后半段也是能够占据一个主导圈 对 这个优势第一第二都有优势 其实第二是特别有优势的 但是第一有机会跳到第二 也是有优势的 来 先来看一下本局的起步 对 看极限单线血这边开始断空飘 但是飘飞以后 阿妮这边果然有所自己的理解 阿诺也紧随起 这还是被挡到出了一个大拖飘 但是后面两边就还没上来 你看 杨随的位置也稍微有点远 对 这是为什么刚才我说 对于阿妮和阿诺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长城 这边抓好点喷的位置 也是稍微被干扰到一下 宁清后来再做对抗 没错 杨随这两局状态不是特别好啊 抓好点喷拉过来 来看一下现在宁清的位置 离阿妮还是有一点远 这边出完再磕碰了一下 是的 再来一个冠性进阶 但是阿诺这边提速很快 卡位宁清的情况下 宁清这边极气 看下面一个弯道 没有双杀 没错 这个距离的话 我觉得今天第一张王图 加分要诞生了 是的 这谁能想得到 没想到第一张图就来了吗 对 确实是情理之中 但是没想到这么顺利 是的 来看一下阿妮最后的飞跃也非常的完美 来看一下宁清这边飞跃也非常顺利 阿妮最后是掉了吗 阿妮 对阿妮 好像稍微有点磕碰 在这个叠加最大W的地方有点复位的情况 而且这把是拉开分叉了呀 但是 至少两三分的分叉 但是我感觉阿妮最后是有一个明显失误 可能是掉了 那好像是稍微有点磕碰 那看一下一会儿的回放吗 应该没有磕碰那么简单 应该就是在那边下劲道 然后没有弹起来 现在记录保持是弹载 一分三十四秒七五 来看一下 是不是阿妮准备了一手战术所在 因为确实没有ECU以后 你可以选择像西部啊 然后侏罗记 或者是新天鹅宝这样的图 可以期待一下 在起步过程当中 羊髓神龙白尾就是没喷 没错 连续的甩尾以后 看一下这边WCW可以稍微补兜一下 但是又上场了 这个起步也是相当的困难 对 阿妮是连续的 没有达中淡气炎血空放小喷 但是自己的位置现在还是可以接受的 暂处于第二位置 紧对其后的是阿诺 侧身坐地下来的这个位置来看 其实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 对 其实正常来说 因为阿诺是我们的中文ID嘛 但是在亚洲杯的舞台上 都改成字母的形象下 仿佛是CP名 是的 阿诺阿妮是吧 感觉这两个人同时处于在一个舞台 那这个时候红二好像就不太乐意了 红二后面也有比赛啊 嗯 对 来看一下 来到第二圈以后 宁晴的第一圈很快 47秒钟 看一下 中小啊 这边再一个双弹射拉过来 但没 还是有一点拖塌 是 但连续 但连续没有任何问题 再叠加到最大速度 开始后追 可身落地在欧夫位了 哎呦 这连续的找不着路 阿妮 这现在来到第一名次的大喜盘 这个第一名很舒适啊 这就是这张图的魅力所在吗 这怎么说呀 阿妮阿诺 两名选手现在处于一二名次 杨隋宁清三次 是的 来看一下这两个连续的断空飘也是顺利的通过 这真是没办法呀 阿妮顺利中间 一分三十三秒四七 后面是两个八 一个九 这样一来 这张图确实有点意思 而且宁清刚才那个复位的点 他之前也出现过同样的操作 是吗 那就是在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再上演一次 就以前在有ECU的时候 他也是侧身 然后太靠右了 然后直接掉到那个花坛里面 看杨隋非常明显 打城市网巴的时候 我要调试一下设备 我要准备一下 对 我要拿自己的加分 但是你要想 记得及气嘛 是 进阶肯定是起步嘛 第一个弯道就是疯狂的点刹车 是的 但是这个断鸟起步还是要快 看一下第一个弯道谁 跟一期还是没满 宁清更快 杨隋第二 你对其后看一下能不能通过细节 拉近一点点距离 但目前四个人 都还是有对抗的机会 没错 这边顺侧 加快自己过弯速度的情况下 还能提升机器效果 空中压车再做后追 但先去严少来看一下后半段 对 这边没有ECU 是真的真的拼细节 对 但是阿诺在后面感觉 淡气节奏出现了一些问题 没错 这边阿妮抽完要比杨隋还快 对 感觉没有任何的卡顿 把淡气断掉了 连续的失误 再次被杨隋拉开距离 淡气节奏还稍然混乱的情况下 又给到了杨隋后追凝轻的机会 就这样一来拉开距离的情况 没有办法再上前做干扰 是的 来看一下这里压车 淡气练去严少 就看后面连续 哎呦已经追上了一个内线 直线反超 卡掉了凝轻 看来这里已经来到领跑的位置 但目前距离来说还不算保险 淡气没放出去 怎么说王管还是王 但这里刚说又被两人同时反超 最后一个进到点 没有卡位的机会 哎呀 这张图啊还是挺难出诚意的 确实很多小的细节点嘛 而且在四个人的情况下 对抗也会缩了起来 对 这张图ECU虽然说也能够 有比较大的改变 但是并没有引起跑法上的改变 是的 对 所以说提升没有那么大 来看一下本局起步 宁钦是目前处于第三的名次 是的 阿妮第一阿诺第二 哎 这句话好像说过 啊 好像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对 连续的淡气延续 但是现在四名选手的距离都非常近 而且赛车属性相同 就看会不会有选手发起进攻 或给到机会了 是的 宁钦想要反超来第一 哦 阿诺给机会了 就是阿诺看到宁钦上来了 他不得不做极限 但是这一波极限 直接把宁钦让过去 阿妮兄也带宁钦 一个部位是直接来到第四 就阿诺在坐收渔翁之力啊 真的舒适 这样来又发生名次的大喜牌 而宁钦对于这张王族的加分 好像有点困难了 是的 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名次的阿诺是属于第一 是 连续的淡气延续 在没有选有影响的情况下 阿诺想要稳定的跑完前程 问题还是不大的 对 而且这一局对于阿妮来说 是一个好的机会啊 对 对于阿妮来说是什么机会呢 因为他现在属于第一嘛 这样一来如果宁钦没有拿到加分的话 其实他们的这个第一会坐稳一点 哦 你这已经是在大气层了啊 我还觉得第三有什么优势 阿诺在这个点又出现了拖飘 这领跑失误 阿妮紧随其后 再跟阿诺发生一个卡位 最后选择了一个断空飘 再没有淡气延续成功 杨随重现 这一把有点混乱啊 后面是两个九一个八 嗯 对 有点乱 这把真的有点乱 这这是啥眼神 哭了 我觉得他有点近视 然后刚刚有点像翻白眼 老泪纵横 太不容易了 我终于拿了一把第一 谁又能想得到是零号呢 下一次次选王图零号实验场 这可能报了刚才的一箭之仇 这两个人又换了王图 你没有发现吗 是 发现了 没想到我们 四处来说 一 star 不比Q1少 来看一下 四个人都用到了天狼星 对 目前纪录保持是原计划 1分14秒38 来看一下 这一局的起步也非常的重要 是的 这岂止是重要啊 简直是重要啊 简直是重要啊 简直是 第一的是阿妮 第二的是阿诺 这句话好像听过 这句话听过无数次了 又来了 但前面这个劲刀 阿诺连带到我们两个人 又失误了 宁清反超 但是阿诺还在疯狂地挡着羊随 羊随这一挡的话 受到影响很大 又是落到了后面 对 但是宁清现在想要追阿妮 确实是有一些法案 好 前面的阿妮也失误了 这一波撞后点分之后 宁清直接反超来到第一 这 今日不易解说 今日不易说话 但是阿妮和宁清的距离 还是比较近的 是啊 看一下后半端的一个位置 最后一个甩尾进阶 这边稍微刹车 碰一点车声位 现在有点远了 但是卡在 跳秒的极限 看会不会跳 最后的成绩 跳了 跳了 那这样一来宁清追回两分 嗯 我觉得经过了前面六局以后 其实现在的名次 会稍微的确定了一点 就是感觉是一二名 和三四名的争夺 来到一名沙都 一名沙都这张图选了 这样用车的话 后面出西湖的概率也不大了 嗯 主要这张图选出来 好像不太像他的风格 嗯 看起步 起步 第一个弯道 杨随起步一改之前的颓势啊 非常极限 但是哎呀 这里稍微挡到了一下 阿妮一个大拖票 还是能够顺利上来 对 但上来以后 延续单车延续 杨随怎么又第二了 刚才的那个跳台 不知道阿妮有没有踩到了 感觉一黄眼 不知道有没有过去 是 杨随第三了 阿妮也跟上来 前面两个不带皮肤的 宁清这一个拖票 直接将阿诺让到第一 没错 现在杨随上到第二名 宁清和阿妮开始后追 但前去沿上 看一下这点要甩起来 出现了拖票的情况 对 阿妮这个路线也不好 宁清借势 直接拉一个WCWW进行反超 是啊 顺势做了一波卡位 但目前四个人距离 还是比较接近的情况下 看一下第二圈 对啊 非常近 而且这样近的距离 后面甩起来会很危险 但宁清还是强行甩 对 宁清这个位置 其实跟后面还有一段的距离 但是你看啊 甩完以后 刚才小心跌落 稍微调整 等下 淡气延续沿上 再接一个坛式拉过来 对 连续的优甩 宁清这个顶跑环境 还是比较舒适的 杨随紧的齐后 阿妮和阿妮现在三四名 拉开了一点点的距离 我这边停下来 接一个淡气延续 是 下一个弯道甩不甩 看宁清要甩啊 没甩 哎呦 杨随甩失误了 稍微拖了一点 但是后面距离还算可以 最后一个进阶 稍微刮剩一点点 没错 会不会跳秒 好 杨随没跳 后面两名选手全是八秒九分 八秒 那这样一来是打平了呀 对 第一名打平 那这个 直接用这张图拉开分数 是 来看一下起步 嗯 阿妮的起步 会稍稍对来说更慢一点 对 但是起步 上墙了 嗯 被挡到上墙 然后这里再结一个段位 稍微 稍微拉过来 看落地点 不要对抗 哦呦 这边是还是对抗了 但是宁清直接一个对方 把羊嘴挤了出去 是的 而现在 又是两个新生选手 在领跑位置 阿妮出生了一个大的拖飘 是 宁清反超到第二名 但是和阿妮并驾齐区 会不会出现 但期延续言不上的情况 我来看一下 目前 这个位置 是的 阿妮再次反超平 金哦 这也没选手 谢谢 这一把 怎么说呢 我觉得如果要是同分的话 倒不如说拿个后面的名次 对不对 那就可能要出现后分的情况 对 或者说哪怕落后一分 拿个选动选 我觉得也是值的 就目前的位置来看 应该是同分 对 非常有可能同分 前面再来一个点票以后 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 现在阿诺处于第一 杨水处于第四 诺 这怎么说 其实有可能双加赛了 真的对吧 没错 再看一下这一局 但前途沿上以后 稍微拉近一点点距离 而阿妮现在已经控制一下节奏 是处于第三 对 这个没必要落后一分啊 而且现在宁清有反超阿诺的趋势 没错 最后一个甩位 阿诺还是能够守住这个第一 后面阿妮跳秒了 那是处于第二名 落后宁清一分 拥有选读权 赤文幽灵比较正常 这个双生 他就很聪明 这个红牛也很有灵性 灵性在哪呢 我觉得红牛没有优势啊 他可能就想起步的话 如果 就是有对抗 他有一个容错率 但是有一点 你知道红牛有个特性吗 他在上一个淡气没有达成淡气延续效果的时候 下一个淡气才有额外的加成 对 那你就很难 这个图就是要淡气延续 对啊 我觉得这种红牛要尴尬了 真的 而且起步也没有说有这个淡气发挥的地方 嗯 你要先挤满一个淡气 开启一个淡气 哎呦 又不下去了 这个近两天的比赛 每一名选手 每一场洛杉矶都看到有选手下血 是的 看现在两两争夺的话 是宁清跟杨隋更有优势 是的 而且杨隋这边车速很快 而且阿诺这个距离 好像出现了一个大的对抗 没错 这样的距离来说 加赛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而且现在宁清粉 就比阿尼分数高的情况下 还处于第一名的位置 和阿尼又是相同的用车 就看 这边延续过来看一下 宁阳所以也是造成了一波少对抗 但我觉得这个对抗 对于阿尼来说未必是坏事 如果说两名选手 对 不停地交替 不停地交替 那阿尼在赛车属性上 会完全犹豫宁清 而进行后追 只要看一下后半段 这边一个双下弹射 路线完美 对 只要宁清稍微给一点机会 阿尼瞬间上来 而且现在阿尼叠加的层数 一定比宁清多 只来看一下这个弹射 宁清前面出了 阿尼也没有问题 所以对于宁清来说 现在就是一定要做好 自己的稳定性 对于阿尼来说 这边就是要搏一搏 也未必 这个距离不太好搏了 对 这边还采取一个保守的小飘 那连续的暴地以后 最后一个弯道宁清 可以冲线 恭喜QG宁清 还是拿到这一组第一名 是的 那第二名是阿尼第三名羊随 第四名是阿诺 就犹如这一把洛杉矶 最后的排名一样 没有加赛 82 上轮比赛当中 第四名是清寻 清寻的最后得分是82分 对